弟兄姐妹 晚上好 恭祝那些父亲们 各个蒙福的父亲节 Amen Hallelujah 今天其实不是正日 下个星期才是 我们提早一点 因为我们爸爸们 父亲们忍不住了 因为一个月庆祝母亲节 现在要庆祝父亲节了 Amen Hallelujah 听到吗 可以啊 Amen Let's 做个祷告 Hallelujah 亲爱前父我们谢谢你 今天晚上给我们这么多的父亲 Hallelujah 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福的 Hallelujah 你来恩告你孩子的嘴 恩告你孩子的心 我讲这话语都是从你哪里来 造就每一个生命 造就每一个你的孩子 谢谢你把一切荣耀归给你 奉耶稣的名求 Amen 感谢上帝给我们很好的节目 真的我是很温馨 回到家来回到家了 兄姐妹我们有两个家 一个是属灵的家 一个是肉体的家 Amen 你问我 两个家都重要 两个家你都要看顾保守 Amen 非常的重要 Amen 这个麦不太好 Amen 我可以用另外一个麦吗 Amen Hallelujah 我用这个麦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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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所以我们 上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就是要 为我们最实战的世界 就是他这个使命 他不需要做实战的事 我们看到孩子辛苦 我们尽我们能力 来帮助他们 但是我们尽能力的时候 都是要尽到我们的公义的能力 不可以乱乱来 对不对 我们不可以 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来帮助孩子 那是不对的 天父没有这样做 我们也不可以 不可以这样做 Amen Hallelujah 让我们看这部影片 我的讲题就是 这个影片 好 拉比 是谁犯了罪 这人生来是瞎眼的 是他还是他父母呢 也不是这人犯了罪 也不是他父母 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座悲来 趁着白日 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功 黑夜将到 就没有人能做 我在世上的时候 是世上的光 你往西洛伊亚池子里去洗 在生活呢 是 沒有 好 好 这不是从前那 做着讨饭的人吗 是他 不是 却是像他 是我 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 有一个人名叫耶稣 他把泥抹我的眼睛 对我说 你往西洛亚池子去洗 我去一洗就看见了 那个人在哪里 我不知道 你是怎么看见的 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 我去一洗就看见了 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 因为他不遵守安息日 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 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 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 是个先知啊 去叫他父母来 这是你们的儿子吗 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 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 他是我们的儿子 生来就瞎眼 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 我们却不知道 是谁开了他的眼睛 我们也不知道 他已经成了人 你们问他吧 他自己必能说 将荣耀归给神 我们知道这人耶稣 是个罪人 他是不是罪人 我不知道 有一件事我知道 从前我是眼瞎的 如今能看见了 他向你做什么 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 我方才已告诉你们 你们不听 为什么又要听呢 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 你是他的门徒 我们是摩西的门徒 神对摩西说话 是我们知道的 只是这个人 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他开了我的眼睛 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这真是奇怪啊 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 唯有敬奉神 遵行他旨意的 神才听他 从创世以来 未曾听见有人 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 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 什么也不能做 你全然生在罪孽中 还要教训我们吗 你信神的儿子吗 你信神的儿子吗 主啊 谁是神的儿子 使我能信他呢 你已经看见他 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主啊 我信你 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 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 能看见的 分下了眼 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 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 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 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 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 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 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所议你们的罪还在 到庫太疑了 Amen Hallelujah 弟兄姐妹我今天晚上的 正想的经文就是 耶和福音第九章 Amen 耶和福音第九章 OK 我们看这个 刚才你讲完了 而且我到讲完了 可以回家 因为这个就是整个经文 来龙气脉 Amen 但是我们还要 这个 注解 我们要来看注解 很重要 因为我们只是看西有时候 不知道他的 这个细节 Amen Hallelujah 所以这个故事呢 也不是真人真事 耶稣过去的时候 看见一个人 这个约翰福音第九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耶稣看见一个人生来 是狭眼的 蒙徒问耶稣拉比 是人生来是狭眼的 是谁犯的错 是这个人呢 是这个人呢 是他父母呢 耶稣说 也不是这个人犯罪 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 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 弟兄姐妹 这个人一生出来就是茫眼 OK 一生出来就可以没有看得到天空 没有 就算他自己的样子怎么样 他都看不到 看不到 他的父母亲是怎么样 都是看不到 他朋友是怎么样 兄弟姐妹都看不到 你私下就用什么 就私下 你们每一个人就 关注眼睛嘛 现在就关注眼睛 你生出来就是这样看不到 好过嘛 你看 关注眼睛 一片黑 一片都是漆黑的 不好过 你都没有看到这个世界多美 上次冲着的 这个就是这个匣子的来龙七脉 生出来就看不见了 但是人就是这样看不见 谁的错呢 是谁的错 很多时候不是说 罪不会有这样的后果 会有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 祖先犯罪孩子 下一代就是有问题 不是这样 或者是那个人犯罪 有这个问题 有时候对我们喝酒 喝很多酒 驾快车 就喝酒 听到吗 有生命的危险 所以我们吃毒品 我们也会有生命的肝 我们肝会坏 血液会坏 明白吗 所以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做错 就是我们会得到的这个后果 但这个人生出来是盲眼的 谁是错 他没有错吗 他没有犯过罪 可能是他父母亲 有可能 但是在这个案件里面 不是上帝说 不是他父母的罪 也不是他自己的罪 这样是谁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以前做医生的时候 在儿童的药房里面 或者儿童的床里 这个医院里面 儿童的 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儿童 小小年纪 都有癌症 都有这个腿的 要积的 有癌症 然后有其他 不很奇怪的病 他们这样小的年纪 可能吃东西 知道哪里有吃过什么东西 他们还小小的 一岁两岁这样 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问题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问题 这个世界 我们生来会有盲眼 生来 有些生出来都有癌症了 为什么会这样 Amen 基隆姐妹也要明白了 我们要明白的是 因为这个世界 已经堕落了 这个世界已经生病了 我们的 原来的世界在伊甸园 那个伊甸园是没有疾病 没有疾病 没有衰老 伊甸园就是我们另外 上帝创造的另外一个家 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很完美 很没有疼痛 没有疾病 没有COVID-19 这个就是我们原有的家 但是这个家已经变质了 这个家已经被魔鬼破坏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 不管我们有 就算你祖先没有犯罪 你自己也没有犯罪 我们有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 发生在我们圣族 因为这个世界是堕落 这个世界是罪的世界 Amen 我们在这边 你看很多人在那个时候 都讨论 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责备 责备这个人 这个匣子一定是罪人 不是他犯罪 就是他父母犯罪 我们不是 我们做人就是这样的 基隆姐妹 我们线头一定是指在对方 不是指自己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 在这个事情里面 我们不是要讨论什么事情 我们不要支配什么 我们要帮助 对不对 我们每个人帮助 我们生命团企 我们帮助什么人 我们帮助那些 缅甸的那些孩子 上学 他没有老师 或是他没有钱去上学 我们帮助他 我们帮助我们的社交费 我们的关怀事工 帮助他穷的 没有钱的 没有米的 我们买米给他 没有这个事物的 我们要买事物给他 对不对 我们是帮助 我们不是责备 所以我们不要用这个眼光 你看耶稣教导他的门徒 你们全部都是这样的 你们想错了 想太多了 他的生出来的盲眼 不是因为他的罪 也不是他的父母 是因为要显出神的座位来 要荣耀神 神要医治这个人 Amen 上帝要看见 上帝要我 他看见 不只是听见 Amen 这个孩子 这个生出来是盲眼的 他听了 每一次他都 听 用听觉来 来来来来 来 知道周围的事情 所以他的听觉 是非常勉锐的 听觉 Amen 所以弟兄姐妹 他虽然不能看见 但是他 虽然是盲眼 但是他知道耶稣经过 他知道耶稣回来 他知道耶稣在当中 Amen 所以我们很重要 弟兄姐妹 我们没有看不见 不要紧 我们的心眼 我们的灵也有耳 一定要开 很重要 弟兄姐妹 不一定要这个世界 世界是肉体的东西 肉体都是暂时的 肉体的东西 没有灵的东西 这样好 心眼是从 心眼是从眼睛看的吗 不是啊 心眼是从心看的 意象是从哪里看的 意象不是从眼睛看的 眼睛看的不是意象 意象是从心眼看的 那才是意象 上次给我们看的 意象是从心眼 Amen 很重要 所以你要明白这点 Amen 抓紧持继做上次 我们知道 趁着百乐 夜汉复兴第九章 第四节 趁着百乐 我们要必须 我们必须做那 拆我们来的 黑夜到了 就没有人能够做 弟兄姐妹很重要 这个经文是耶稣讲的 不是我们讲的 耶稣讲 在世界上的时候 是世界的光 我是世界的光 什么是百日 什么是黑夜 百日就是如果是讲耶稣 这是讲我在这个 我们 这个不只是讲耶稣 明白吗 如果是我讲 这个经文是耶稣 用在他自己上 所以耶稣的百乐 是什么 耶稣百乐当他 还没有被逼迫的时候 当他还没有上车 自驾车的时候 他就是他的百乐 这样我们 我们必须做那菜 我们的百乐是什么 我们健康的时候 我们还年轻力壮的时候 不是等着老了 退休了才侍奉上帝 谁说的 有钱才侍奉上帝 谁说的 不是啊 没有钱的时候 你就要侍奉上帝 这样上帝才能够祝福我们 不用姐妹 不是你有 你有才侍奉上帝 那个不是侍奉上帝 侍奉上帝是要献祭的 你明白吗 在你还很缺乏的时候 你愿意献上 那个 你没有的 Amen 你的宝贵的 那个才是侍奉上帝 如果你侍奉上帝 是说你有了才侍奉上帝 那个是 那是什么 那个不是信心 那是算数 我们都知道算数是什么 我们知道科学是什么 科学算数是上帝给我们这些知识 给我们在这个世界 活得更容易 因为我们会算 我们会做实验 但是信心不是这样的 信心是你相信的时候看到上帝的作为 你相信先 你平行行先 才看到上帝说 所以我们在白日 白日就是我们健康的时候 我们还年轻力穿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生病的时候 那些老人家在阿杜拉德 他们可以做什么 只有你可以帮助他 他们就可以做什么了 Amen 我们再看了 信心带来神经很重要 我们信心 信心是信 哪里看 信眼看 信你看 耶和福音第九章第三 耶稣说的这话 只有肚垂液在地上 用垂默来和你 默在虾子的眼上 对他说 你往西罗亚池去洗 西罗亚池去洗 西罗亚就是采浅 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 弟兄姐妹 耶稣要行神迹 不需要这样辛苦 是吗 又吐了 又拿这个泥土了 你知道那个忙的人 看得到耶稣吐吧 看不到对不对 他听到吗 听到 他听见很厉害 耶稣 打你一口 就来 如果你是我医生 你会这样做吗 为什么耶稣会行这样的神迹 没有细菌 泥土很多细菌 很多细菌的 谁敢呢 如果我今天 一天我在这边 按手跟你医治的时候 吐一吐 你知道吗 你会快要走掉 你会跑掉 你看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牧者 有问题了 这个 盲眼的人 他真的很渴望 上帝知道不管怎么样医治 他就要看见 他要的是看见 他知道耶稣用那个 泥土 水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医治他 不单只是泥土 还有他的 锤衣 然后穿在一起 来 附在他 蓝眼 眼睛上 过后还要叫他去西罗亚去洗 西罗亚是几多公里 四分之一公里 四分之一 一个盲的还没有看见 跑去那边 为什么 为什么用泥 当耶稣创造 或是 耶和华创造亚当时 他就是用泥 对吗 用泥啊 OK 用泥 这个 口水代表什么 圣灵 泥 圣灵 眼睛 一致了 但是这个不是 直接就依然 不是一下子就看到 他要跑去 这个西罗亚是 为什么 猩猩 这个是猩猩 这个繁眼的 从生出来的 他很有猩猩 他听 他不 他眼盲 他耳朵不盲 耳朵没有 没有盲 耳朵没有聋 眼盲耳不聋 虽然 虽然 耳朵用眼盲 他心不盲 心开 很重要 所以信心 如果说 哎呀 这个耶稣啊 用泥啊 用的口水来忆我 这个人 那时候他没有看到耶稣 也没有看见耶稣 他听罢了 没有看到 不知道 谁是耶稣 也不认识他 他是凭信心 所以他就 相信耶稣说的一句话 他很饥渴了 相信耶稣说的一句话 他就去西罗亚那词就洗了 刚才你看到那影片 Amen 下者遵心耶稣 他神奇就发生 很重要 弟兄姐妹 每一个基督徒 每一个人我要凭信心 虽然我们知道 刚才很多父亲 我看到他们周文 一天一年比一年多 很辛苦 但是要凭信心 要有信心 弟兄姐妹 父亲们要有信心 我实在很辛苦 回来很辛苦 做工 赚钱又难赚了 钱又少少 回到家又这样的问题 孩子的问题 太太的问题 哇 一切切的问题 但是你们没有放弃 感谢上帝 来给上帝 你没有放弃做父亲的责任 Amen 哈利亚好棒你们 Amen 真的棒 哈利亚 有人信 有人不信 就这个世界 可以受弃彼 法利赛人讲的东西就是那些 犹太人不是基督徒 有提议 犹太人不是基督徒 犹太人是犹太教 不是基督教 很多是犹太教 除非他相信耶稣 所以这些 法利赛人说的话 这个钻流条件 找问题 他们都是不相信耶稣 都是地基督 所以我们做基督徒 有这样的逼迫 有这样的问题 但是我们坚持 我们不放弃 如果你放弃了 神说 我的蒙徒 他的手放在那个 这个尼基 他不可以往后看 要往前看 很重要 我们要往前看 放弃以前的 很重要 耶和福星第九章第八节 他的邻居和他的树 常见他的讨饭 他的工作是讨饭 因为他盲眼 他做不到工作 没有人要请 没有人要请个盲眼的 就算他可以听 他也做不到东西 看不到东西 就说 你不是那从前 坐在讨饭的吗 有人说是他 又有人说不是 却有人向他 他说我是我 你看 当耶稣感动了我们 当我们成为耶稣 接受耶稣 我们不可以做头头摸摸的 也说我要跟你 这个坦白 我自己也是 做了一年 偷偷摸摸的基督徒 我做基督徒的时候 在大学 我的大学的朋友 都是非基督徒 那时候还非常 所以我有问题 有问题 我 我不想读医科了 所以我就来到上帝面前 上帝帮助我 他真的帮助我很好 平心心 相信他 他帮助我 但是我的朋友 全部非基督徒 很难 基督徒很少 在那边 所以我就偷偷摸摸的基督徒 我就跟他讲 我不是基督徒 在那边 没人不知 但是我去教会 礼拜我去教会 但是 其他日子 我跟他讲 我不是基督徒 所以这个是一个 但是不好过 金融姐不好过 你看这个人 他说是我 有些人说是他 有些人说不是他 有些人说是他 为什么 他们不相信 一个人神出来是盲眼的 哪里可以看见 他们真的可能是别人 可能认错了 可能有一个人是很像他的 你看到 人是不信的 我们信心是从神来 你要明白地用解 不是你来 你和我都是用科学的 要看 H加O是H2O 对不对 1加1是等于多少 2 没有人说11的 对不对 但是信心不是这样 信心1加1等于12 11 或者是H加O 不是H2O 还其他东西 明白吗 用解面 所以我们 为什么他们有些信 因为我们就是这样 不相信 除非真的在我们亲眼看到他 如果是他一直的走来走去 哇 现在这个人 怎么样会这样的 不是他 哪里可以看见的 所以这个就是问题 弟兄姐妹 我们的问题 我们都是不信的人 Amen 我们一定受到辟伯 弟兄姐妹 很重要 来 你被医治 以为 哇 感谢上帝 医治了我 我很高兴 哇 现在我可以侍奉上来 不是这样容易 弟兄姐妹 我们要经过辟伯 我们要经过这个 别人怎么样轻开 当他们看到你从小 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人犯罪 他的父母犯罪 不是他 他就是他父母 他们没有讲这个因为 来到这个世界 因为这个世界是坏了的 这个世界是生病的 所以我们都会生病 他不是知道 我们没有 这个世界 这个很坏 没有叛望 我们还有神啊 神可以帮助我们 对不对 就是我们 每次我们看东西都是 不是这样看的 歪看的 看歪的 不是看子的 很可惜啊 看这个受到逼迫 他们把从前盲眼的人 带到法利赛人那里 他们带去 为什么 他们那时候 他们是掌管那个会堂 他们是掌管那个教堂 Amen 把利赛人 耶稣 和离开他的眼睛的 儿子在安静了 哇 在安静了 在礼拜天 犹太人不可以做工 可以吃罢了 不可以做工 你去厕所 你不可以拉水 你小了便 用脚 脚也是做工嘛 你去天梯 你要按啊 不可以按 但是做工 你要用脚来按 按到天梯 所以他们是这样的 你看 所以你要煮的东西 昨天煮了 今天可以吃 昨天煮 不是今天煮 那安静了 叫做安静了 其实安静了是上帝 创造 以后万物 六天过后休息 对不对 创造完了 安静了是说 创造完了休息 耶稣 上帝有没有做工啊 在安静了 如果没有做工 那太阳跌下来了 明白吗 太阳和地球 在这个宇宙那边 没有走移动 那个位置是一样的 谁在那边做工啊 上帝 上帝 所以安静了 都是给我们 如果是没有 其他重要东西 就休息吧 给我们休息 对不对 不是因为 不可以做工 如果是不可以做工 那生病呢 有医生不可以做 病就要病死了 对不对 就是他们 很喜欢审判 很喜欢拿这些东西来 钻牛角尖的法利赛人 很喜欢用这些 来审判别人 他不知道 他讲 这个人从小 从生出来就盲眼 谁能够创造这个人 谁是创造者 只有创造这个人 可以创造新的眼睛给他 对不对 魔鬼不能够创造 魔鬼不是被造 上帝是创造者 你认为我们医生 可以吗 可以 我们 你transplant可以了 transplant 别人要赌养一个 一个眼睛给你 我们可以transplant 肯定要看 适合不适合 但是结束 我们的天赋 可以创造 重新创造 从泥土 重新创造 从那个腿 这个代表圣灵 重新创造 一个新的眼睛 但是这个法利塞连 不是这样的 不是法利塞连 抓他的痛脚 你看啊 他们把从前下的人 带到你法利塞连 耶稣和你 开他的眼睛的时候 在安息了 法利塞连中有人说 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 因为他不守安息了 又有人说 一个人 一个罪怎么行 这个罪人就是不守安息了 他们就起来纷争 所以这个不是帮助 这个是审判 基督徒可以审判吗 你审判 别人的罪 你审判别人的动作 不要审判那个人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因为我们都是不完美 你不可以审判那个人 只有上帝可以审判我们 我们审判他的工作 对不对 做的东西 对不对 那个可以审判 那个人我们不可以审判 这不是他审判耶稣 他审判耶稣 就是法利山审判 他一定是罪人 虽然他可以医治这个人 但是他是罪人 这个医治 他否认这个医治 哪里可以否认 活生生在我面前 可以否认吗 不你能够看见 现在可以看见 可以否认 你要知道 你看以赛耶稣第五十九章第二节 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以神各界 我们的罪孽 你们的罪恶使他焉眼不停 我们的罪能够死 所以这个有罪 这个不守安息勒 所以安息勒是什么 安息勒是为人舍利的 安息勒是给人 舍利给人家休息的 我们身体需要休息 人不是为安息勒舍利 他们把安息勒当到是神 安息勒是神 所以你们要遵从安息勒 不是 安息勒是为人舍利的 因为给人有休息的时间 我们身体需要休息 上帝知道我们身体需要休息 他创造我们 他明白 所以我们都有安息勒 每一个人都有安息勒吗 有啊 有时候是塞死 有些人在星期六 有些人在星期六 很重要 所以他们就是用这个东西来审判别人 被无关 他们又对瞎子说 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 你说他是怎么样的人 他说 他又叫抓这个下子来问话 你看 这个是法律上全部都是这样的 抓来问话 抓来看 看什么漏洞 可以误告他 误告了他 如果是他有什么 荣耀上 荣耀耶稣 的时候耶稣是先知 他就被他砍掉了 把他砍掉 给他住出这个会堂 把他赶出去 那时候很会堂的 这个membership 很重要 每个人在会堂都不受见 赶出去都不受见 不受这个团契 阿们 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 叫盲者 你说他是怎么样的人 他说 是个先知 先知是米赛亚 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狭子 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狭眼 后来能看见 等他叫他的父母来 又不信他讲了 他讲我原是盲眼的 现在看见 不可以 可以信他 可能有一些拐一拐 叫他父母来 等他叫他父母来 问他说 这是你的儿女儿子吗 你们说他生来是狭眼的 如今怎么能看见呢 那这些东西就 其实是正极嘛 其实他自己都可以讲 为什么叫他父母来 他就要抓他们 看他父母 荣耀没有 荣耀耶稣 如果他们说 耶稣是那个医治者 他们就要把他寄出 这个会堂 Amen 你看 他父母回答 他是我们的儿子 生来狭眼的 OK 这个是狭话 这是我们知道 至于他如今怎么看见 我们却不知道 是谁看的眼睛 我们也不知道 他已经承认了 你去问他吧 他自己 必能说 他的父母说之话是怕 其实他父母亲说的不是真话 他父母亲已经知道 耶稣医治了他的孩子 但是他不要承认 不要宣告 你看 弟兄姐妹 自己的亲人 有时候 你信耶稣 会敌对你 但是不要怕 上帝 与我们同在 Amen 基督徒 有时候我们信了基督 我的以前朋友 我一讲了 我是基督徒 哇离开 离开 我一年做这个 这个 偷偷摸摸 我一讲 最后一天都要讲 我是基督徒 他们离开了 因为他们不可以 不喜欢我 这样的 有持续的 有几率的生活 所以我就有 也好了 这样 我就 教那些基督徒朋友 我就不需要 他们 我去找这些基督徒朋友 到现在 我的 非基督徒 我有非基督徒朋友 我非基督徒朋友 就是要传福音给他 不是因为 我 我想 我想 享受 不只是 我 我 享受他们的 那个团契 没有 没有 我知道他们在黑暗中 但是我有他们 我有他 他做作用 我是要传福音给他 但是基督徒是对我 是很重要的一个团契 我们互相鼓励 互相拜祷 互相扶持 很重要 不用见面 Amen 他的父母 他父母已经知道 他父母已经知道 他是被耶稣医治 但是不敢承认 因为这个法利赛人 太过霸钱了 他们太过有权势了 他可以赶你出去 不给你来会堂 不可以来教会 Amen 这个就是他们的问题 因为犹太人自己已经上义了 如果有人承认耶稣是基督的话 他把他赶成 耶稣基督是耶稣是弥赛亚 Amen 不用担心他很快 跟你朋友讲 就要讲完了 因为太太教半个钟头就好了 因为还有失误招待 Amen 对吗 今天是特别日子 被逼不否认耶稣 所以犹太人 法律上第二次叫 那狭子的来 对他说 哇你看 父母亲 抓不到父母亲的终调 也抓不到他痛点 又叫他第二次来 你看为难 为难 有时候我们自己的图 我们会被人为难 那是正常的 跟你旁边讲 被人为难是正常的 被人为难是正常的 没有被人为难是不正常的 没有别人是不正常的 要跟人家讲 这样你才知道 什么是真理 Amen 所以没有被受过 别人的棘手 Amen 第二次叫那个虾子的来 对他说 你该将荣耀归于神 我们知道 这个人是罪人 荣耀他们的神 不是永远耶稣基督 但是他讲什么 这虾子说什么 信心不要动 揭穿恶者 恶者的基督 很重要基督主 我们有信心 我们信心坚持到底 很重要基督主 我们信心是上帝给我们的信心 耶稣给我们的信心 不是你我的信心 如果靠着我们的信心 不可能 耶稣的信心在我们里面 因为耶稣住在我们里面 很重要 你要凭这个信心 走这个丰盛的道路 是蒙福的路 阿里雷 不是苦的路 是蒙福的路 不是咒诅的路 Amen 他说这个人 这个 他说 他是个罪人 不是 我不知道 他没有看到耶稣 没有看到耶稣 他没有看过这个耶稣 他还没有开眼睛 一洗了才开眼睛 他还没有知道耶稣 谁是耶稣 他还不知道 他知道有一个人 名字叫耶稣 他说 这个人是罪人 我不知道 有一件事情我知道 从前我是瞎眼 今天我看到 我们以前都是瞎眼 对不对 这个是露体的眼 只要我们看到 灵眼 属灵的眼 更重要过露体眼 所以今天的主题是 属灵的眼 更重要过露眼 OK 如今 有一件事情 我要听 从前我是瞎眼 如今 如今能看见 他回答说 我方才告诉你们 你们不听 为什么又要听 刚才我就讲了 这个话你们是 到底要什么 你要讲什么 他就是要他这个 下子否认耶稣 所以他问他的 逼到他否认耶稣 但是这个下子 没有妥协 所以我们就是 这个代表下子 这种结果 以前我们是忙的 对不对 你的奇恩典是这样 以前是忙的 现在是看见的 对不对 那个讲属灵眼睛 我们看 等下更高一级的 就是属灵眼睛 他回答说 我方才告诉你们 你们不听 为什么现在又听 莫非你们做门头 就是说 哎呀你们这些法利塞人 到底你要什么 我不会否认耶稣的 有没有人否认耶稣的 有没有 不要否认 好像我偷偷摸摸一年 否认耶稣 很辛苦啊 很辛苦啊 里面挣扎 所以最后我讲 不要了 这种的生活不好 你不荣耀上帝 Amen 二人先告账 OK 有耶稣的第28节 他们就骂他 哇 找不到他痛脚 没有 找不到他错点 给他 给他赶他出去 有赶他出去 但是他就骂他 你是他的门徒 我 这个是 这个是 法利塞人 法利塞人 哇 给那个瞎眼的看见 现在看见了 哇 顶他一下 顶不顺了 就骂他 他就骂他 说法利塞人 你是他的门徒 我们是摩西 现在看到吗 犹太教 摩西他们 是他们的 祖先 他们是相信摩西的 不是相信耶稣的 Amen 所以犹太人很多 还是非信徒 还福音 还要传给他们 Amen 盲目 季节真理 看到吗 我们盲眼 鼠领的眼 就是季节真理 那人回答说 他开了我的眼睛 你们竟不知道 他从哪里来 真是奇怪 你们 我们知道 神不听罪人 唯有 信尽奉神 遵行他职业 神才 创造新的眼睛 弟兄姐妹 新的 不是这个 transplant的 不是这个 拨过来的 新的眼睛 谁能创造 魔鬼能够创造 魔鬼可以行神迹 他是堕落的天使 他可以行神迹 他可以医病 但是他不能够创造 他不能够起死回神 这种讲法很重要 这个就是上帝的能力 Amen 只有上帝能够做到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 唯有尊奉神 遵行他职业 神才听他 从创世以来 未曾听见 有人把生来 是匣子的眼睛 这个匣子 虽然他看不到 但是现在他看到 他知道谁是上帝 他知道了 现在 他知道谁 真的是 这个又真又活的上帝 能够给他信的眼睛 Amen 这人惹不是从神来 什么都不能 Amen Hallelujah 从死到 到现在还没有 没有人可以 有这个 把性的眼睛给他 OK 这个法利撒人 没有话说嘛 神迹 他讲 又追人 但是又行神迹 他们很矛盾 他们在那边挣扎 到底这个耶稣 是谁 但是他们 因为他们脸 因为他们承认耶稣 就没有地位了 在会堂 来 因为教会是属于上帝的 他们可能要降级了 所以他们宁愿 否认耶稣 就算是知道 耶稣是神 能够创造新的内脏 他们还是要 念旨 还是要地位 还是要做这个 这个 这个宗教的头 Amen 你看福音第九章 第三十 他们回答说 你全来生产罪 还要教训我们吗 于是把他赶出去 哇 他这个时候啊 他已经在挣扎 知道耶稣是创造者了 他们应该悔改 对不对 这个法利撒人应该悔改 认罪悔改 但是他们没有 他们还是知误 不改 知错不改 死不悔改 这个就是他们的问题 到现在 还有没有法利撒人 有 犹太教也是 犹太人也是法利撒人 耶稣出现 是接纳被人 现在 这个盲眼的人 已经看见 被赶出去 被赶出去 不可以进来 你不是属于我 因为你荣耀耶稣 Amen 所以现在什么事情发生 所以基督姐妹 你如果被激结 被逼迫 不要结 耶稣没有离开我们 你看 耶稣出现 接纳的被解 很重要 基督姐妹 人家记绝你 人家看不起你 人家不接受你 那不重要 人家怎么讲你 都不重要 对不对 耶稣讲你 很重要 如果耶稣想 你不是 又忠心 又好的仆人 那你就要哭 天天哭 天天 色伤 如果耶稣说你是 奇妙可违背照 你不要管 人家怎么讲 那个都不是重要的 因为最重要是 耶稣讲什么 我们的这个主 讲什么 我们创造者 讲什么 很重要 耶稣听说 他们把他 感受 那个 假眼的 现在看见 后来遇见他 就说 你信神的儿子吗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他回答着 主啊 谁是神的儿子 叫我信他呢 耶稣说 你已经看见他 现在和你讲话 就是他认识 也是他听到 他没看到 第一次看到耶稣 他很惊讶 很兴奋 教他 我信了耶稣 现在我和你说话 就是他 他说 主啊 我信 就拜耶稣 弟兄姐妹 Amen So 我们师父 我们敬拜的是谁 上帝 我们可以信拜 另外一个人吗 或者另外一个神吗 没有 就是这个 只有一个神 能够创造 新的内障 Hallelujah 很重要 弟兄姐妹 所以我跟你讲 我是医生 头脑可以重新创造吗 不可以 眼睛可以松下 坏了就坏了 肝 不能够 肺 不能够 以后会能够吗 以后 我不知道 但是他们现在有这个知音 这个 stamp cell 从你伸出来 就拿了 stamp cell 养你的 以后需要的 你养你 那个内障 现在还没有 这样好 还没有到 发达的程度 所以还不可能 以后可能 但是要从你那边 他不可以制造 他从你 这个stamp cell 那个长起 Amen 只有耶稣 那个重新制造 直接制造回来 Amen 给你 你就拜耶稣 下子不但肉眼开了 属灵的眼也靠了 这个就是 好消息 这个就是福音 Amen 谦佩开属灵的眼睛 耶稣说 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要不能看见 可以看见 不能看见 谁不能够看见 就是下眼 不能够 他可以 能看见 反而下的眼 这个不是说肉眼 这个说属灵的眼 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家说 就说 难道我们是下了 他们不知道 他们在肉体里面生活 他们是宗教 宗教是肉体 弟兄弟妹 不是灵体 不是灵的生活 你看 耶稣说 我为审判来这个世界 叫不能看见的 可以看见 如果你讲你是属灵的 上帝说我要开你属灵的眼睛 对不对 所以你得救 能看见的 反下了眼 你能够有肉眼 看见很多东西 但是你不承认 你的属灵眼睛是盲的 你就不得救 所以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前 我们需要上帝的这个 开来开我们属灵眼睛 当我们你知道吗 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 我们灵 灵是死的 但是上帝的灵 跟我们接通 使我们灵呼活起来 所以上帝 耶稣第三天呼活 是什么意思 我们灵呼活 我们灵呼活 所以像是开我们灵眼 很重要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承认 我们不承认 我们是盲眼的 我们生出来 这个世界就盲 为什么盲 我们不知道属灵的东西 我们知道只是肉体的东西 这个世界 我们很明白 学校都教我们 这个世界的东西 算数科学 我们学校有教你的 属灵的东西吗 学校有教你 国度的研制吗 没有啊 所以我们是忙的 对这个灵的界里面 我们是忙的 我们只有能够 看到灵的东西 是从上帝的话以来 看到 认识到 所以上帝要从他话以来 开我们的属灵眼睛 我们能够 我们需要上帝 我们需要耶稣 我们需要个救主 Amen Hallelujah 同在那里的 法律山通见 这个话说 难道我们是下灵 他们还不知道 知道耶稣是什么 耶稣说的是灵眼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惹下了眼 就没有罪了 如果你们承认 你们也是忙的 我就可以帮助 但如今你们说 我们能看见 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这是耶稣 很清楚说 也很清楚 跟每一个家长 或者是父亲说 基督徒的父亲 要什么 要有属灵的眼 不只是肉体的眼 你看见属灵的眼 看见神的国度 看见神的作为 看见神的帮助 看见神的大能 Amen 很重要 基督徒姐妹 Hallelujah 今天我真的是要 为这个孩子 为什么这个孩子 盖着他爸爸的眼睛 Gary 为什么这个孩子 盖着他爸爸的眼睛 玩游戏啊 为什么 阿伯拉罕 他讲 我挖头了 亚伯拉罕 这个孩子 怎么盖着他父亲的眼睛 为什么不给他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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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啊 没有想到 很辛苦 很难讲 忘 不记 David 有David 修了 David OK OK 很好很好 所以这个还 这个是 你呢 我就想到我的女儿以前 她在 父亲 很小的时候 给我礼物啊 她讲 你不可以看这个礼物 我要盖出你的眼睛 你可以猜 你在 古迹是什么来的 你看 古迹是什么的 所以我要用心来看 心来 这个 知道才知道是什么 所以这个就是 上帝要给我们知道 不要只是靠肉眼 要靠心眼 很重要 你看 诗篇一九说十八章 求你开我眼睛 这个不是属 蓝眼 不是属肉体的眼 求你看 使我看出你立法族的奇妙 立法有奇妙 立法不是这样的 立法是 不是罗哥斯 只是罗哥斯 是レマ 启示上的 启示很重要 你看你读的圣经 你可以 使它成为一个历史书 历史 大概不能够做什么东西 一个知识罢了 如果那个 上帝的立法 上帝的话语 成为一个启示的话 他会启示给你听 要怎么样行 要怎么样做 那才行 明眼 你看到 耶稣 要在你生命中的作为 很重要 对我们 Amen 让我们站起来 让我们请示意来 一起唱一首歌 Amen 敬拜赞美团 Amen 最后个slide 看 那边 Hallelujah 让我唱这个